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 那么在结束过境下位之后 那么太平洋友邦的第一站 就是来到马绍尔群岛 而马绍尔群岛是由总统海尼 亲自来接机 好那么接机完之后 行程也满不停停 来到了马绍尔群岛的国会 那么总统赖清德也在这边 发表的这个演说 那么要强化台湾跟马绍尔群岛 之间的一个邦誼 先带你起来听刚刚稍早的画面 此外台湾和马绍尔群岛 都是海洋国家 我们深刻体会航运连结的重要性 也了解到马绍尔航空 面临飞机老旧的问题 因此在海尼总统 康仁德外长 以及瓦斯议长的积极推动下 台湾很乐意提供马绍尔群岛优惠贷款 为马绍尔航空采购全新的飞航 来改善在地的航空服务 照顾民众 好 因为在马绍尔群岛那么下大雨的关系 那么这个整个阶级的仪式 事实上是一到室内 当然除了这个阶级也是高规格的礼遇 这个总统赖清德 那么赖清德总统也来到了 这个马绍尔群岛的国会来进行演说 最主要是要深化邦尔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希望民主永续跟邦尔 永续来紧扣这次的主题 另外在台湾跟马绍尔群岛之间的合作 包含了科技 教育 农业等等相关 都希望有进一步的深化关系 以上目前在马绍尔群岛 请不吝点赞订阅